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微学习频道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仿生学 向自然学习以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大自然已经进化了数十亿年 不断调整和完善其设计 以适应各种生态系统的需求 随着人类继续面临环境挑战 我们越来越多的从大自然中寻找灵感 以创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这种做法被称为仿生学 仿生学是研究和模仿自然界 对问题的解决方案 以设计可持续产品和系统的实践 通过观察自然过程并从中学习 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发现创造更高效 耐用和环保产品的新方法 仿生学的一个例子是魔术贴的开发 瑞士工程师乔治德梅斯特拉尔 Georgias D.Mestro的灵感 来自于他的狗在树林里散步时 毛刺粘在他的皮毛上的方式 他观察到毛刺上的小钩子 附着在他的狗的皮毛环上 并利用这个概念创造了Velcro 这是一种彻底改变了服装和配饰行业的产品 仿生学的另一个例子是太阳能电池板的开发 向日葵是一种总是面向太阳的植物 它启发了科学家们开发 可以追踪太阳运动的太阳能电池板 通过模仿向日葵的自然行为 太阳能电池板能够捕获更多能量 并产生更多电力 仿生学不仅限于创造新产品 还具有改进现有系统的潜力 例如可以通过研究鸟类的飞行方式 来改进锋利涡轮机的设计 通过研究鸟类翅膀的形状 科学家们可以开发出效率更高 产生更多能量的涡轮叶片 仿生学的最大优势之一是它有可能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帮助减轻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通过创造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产品和系统 我们可以减少浪费 节约资源并创造更可持续的未来 然而 仿生学并非没有挑战 它需要对自然过程和生态系统有深入的了解 并且通常需要生物学家 工程师和设计师之间的跨学科合作 此外 并非所有的自然解决方案都适合人类使用 如果不负责任地进行仿生学 就有可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 总之 仿生学是设计可持续产品和系统的一种很有前途的方法 通过研究和模仿自然 我们可以开发出既高效又环保的创新解决方案来应对环境挑战 随着我们继续面临环境挑战 仿生学有可能在为所有人创造更可持续的未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跨学前的供应的时间 我们 Quand合体 interrogate